大家好,我是Mira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打扮非常的斯文呢? 因为今天妆容的主题就是面试 你去公司面试的话当然穿的斯文一点,对不对? 不过其实我知道我的头发的颜色是有点夸张啦 哈哈,如果真的顶着我这个头发的颜色去面试的话 应该不会被录取吧 好,事不宜迟,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面试妆容吧! 想要被录取,当然要有一个好气色,对不对? 我们可以选用must have的cream base 底妆里面会带有一点珠光,皮肤看起来会非常的透亮光泽哦 好的底妆当然不能缺 而且我这一次还特别注重了打亮的部分 突出眉骨、鼻子、下巴的部分 眉毛的部分也是习惯了用眼影来代替眉粉 也一样可以画出很好的眉心哦 去公司面试的话,眼妆尽量越清单越好 所以我一开始呢,就是用一个带一点点珠光的咖啡色眼影来打底 其实一个颜色已经很够了,所以接下来我就直接画眼线 我选用了眼线胶,因为比较不容易晕染 然后夹好睫毛之后就可以直接上睫毛膏了 面试的时候因为你要经常讲话,所以其实你的嘴巴会动得很多 所以呢我就想说用一个比较鲜艳的颜色,这样子面试官才会比较留意你 就算他不想要留意你,可是你鲜艳的嘴巴一直动一直动 他想不留意也很难吧 好,这个妆容是不是超级简单呢 对,说真的你看我刚刚用的化妆品其实也没几个 然后我觉得其实头发扎起来的话,看起来会比较有精神 而且看起来比较干净利落 好,那今天要教大家的韩文就是干净利落 GAIGME POYOYO GAIGME就是干净 POYOYO就是看起来 反正面试就是要干净,自然,大方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咯,下次再见,bye bye by bwd6